嗨,大家好,我是Sophie 今天来说说我的树兰吧 树兰呢,我只养过两颗 一颗呢,是粉色,白纯瓣 另外呢,就是这一颗橙色的 现在正在花期 树兰的优点呢,非常多 至少有三个极为显著的优点 第一个优点呢,就是花期极长 树兰一般呢,在枝条成熟以后呢 会从这个枝条的正中间呢 长一个花芽出来 然后呢,从花芽的底部开始开花 它的花呢,是比较小 直径呢,大概是在三个厘米左右 但是呢,它是一大簇 这一簇呢,就差不多是12厘米 直径有12厘米的样子 它从底部开始开花 一直往上开 这个花杆呢,也越长越长 如果你注意看它中间的话呢 有很多很多小小的花苞 这些花苞呢,将来都会慢慢的长大 然后慢慢的开花 它的花期呢,非常非常的长 至少半年以上 而且这只花开完以后呢 你看旁边下面呢,它还有一些小的 是意思 里面呢,也有一些小的花芽 这些花芽呢,将来也会长大开花 这是它的一个极大的优点 第二个优点呢,就是非常的容易打理 那这颗花我买回来以后呢 我是去年8月份买的 买回来以后呢,就直接把它泡在水里 几乎不用打理 不用管它 两三个星期换一次水就可以了 平常如果水不够高的话呢 就添一点 就完全可以把它忽略到 忽略掉 直到它有花苞的时候呢 再把它放在显眼的位置 第三个优点呢,就是极易繁殖 树栏呢,你从中间任何一个地方截断 把它泡在水里 或者插在那个植被里面呢 它都会长根 都会成为一株新苗 而且呢,你看它下面不是有这个 是意思有花芽吗 这些花芽将来长大以后 开过花以后呢 它会长根 会变成一个新的苗 你可以把它摘下来 重新种下来 这是三个极大的优点 花期长,容易打理 容易繁殖 那它有没有缺点呢 我自己认为它至少是有两个缺点 第一呢,就是它的花呢 虽然美艳,但是没有香味 第二呢,就是 你看它的株质 它看起来呢,就像我花园里 任何一个庭园植物 没有感觉到兰花的 Elegant 就是没有感觉像其他的兰花那么优雅美丽 这是我,当然啦 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子 那树兰呢,它对光照的要求是什么呢 是一般来说呢 中光偏高这样子来说吧 如果它,我觉得最好呢 是有早上的阳光 或者是明亮的散光 如果阳光过墙呢 会造成它的叶片呢 变成紫色的 或者是烫伤 sumber 如果阳光不够呢 它的枝呢,会长得非常的高 非常leggy 花呢,花量呢也不够大 它对水分的要求呢 也属于中等偏高 如果你在植料里面呢 也要一周浇两三次水 至少这样子 因为我是水培呢 所以没有关系啦 它对湿度的要求呢 是50%以上 也算是中等偏高吧 看来它就是非常 相对容易 所有的条件呢 一般就是中等偏高就可以了 在肥料方面呢 我给肥比较少了 但是呢 在积极生长期的情况下呢 可以给 20-20 或者是 10-10-10的均衡肥 每周一次 或者两周一次都可以 我呢,相对少一些 一般是两三周一次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吧 如果你是兰花新手 你喜欢它花色艳丽 花期极长的话呢 不妨一试 树兰呢 是所有的兰花里面 最容易打理的 至少我个人认为呢 它比蝴蝶兰呢 还要容易许多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一试 谢谢